12月20 赶紧录完 那么 今天又感冒了 上午去健身房活动了活动 是不是又有影响 晚上狗儿子聊了一个小时 有一个 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他决定放弃抖音 但是有些人 他喜欢的这个主播的每天 恭喜我负责给他下来 发给他 不错 他能做到这一步 我觉得看我能 真的能说到做到的话 这个不错的 他已经连续看了很长时间抖音了 每天看一点 真的能放下还是 能想得开就行 难受 感冒了 抖音这个玩意儿吧 就给拿着当毒品 把他禁掉 怎么说呢 就像以前的香烟呀 毒品呀 开始出现的时候 人没有拿进去重视 到后来 防止如虎狼一样 这个东西 觉得也不是好东西 是 是不是游臂的这 这种 底层中有一个娱乐 当做心灵安慰 可笑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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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